所以你把笼子插好以后 旁边要那个横的那个围起来 固定它的形状 这个横的围就是围 阳围 还阴围 围在里面的就是阴围 围在内脏上面的 围在经络上面 在腹上面的就是阳围 这是围脉的观念 那阳围脉呢 是外观穴在管阳围 所以所有的腹呢 跟阳围都是通气的 互通生息的 就常常在打电话 在message里面谈的 那阴围脉呢 就是跟脏内脏 是随时在沟通的 所以我们在 阴围脉是内观在管 内观 阳围脉是外观 所以我们在外观和内观 下针的时候 你从外观针 引到气以后 透到内观去的时候 阴阳脉生死桥就打起来 阴阳就会交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用在很多地方 阴阳分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 这个外观透那一观 那由于 阳围脉 他是管在外面 外面胸腔这边一圈 沿着肋骨外面 那在下面这个 环际邪就下腰这边一圈呢 是带脉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来 我痛 腰痛胸痛 他是沿着一圈来痛的时候 你就像外观灵气 所以外观灵气后来就变成一组 猎蟹罩还变成一组 那生脉呢 是羊桥脉 桥脉一直往上走到项部这边上来 那所以后夕管的都脉 那羊桥管这边 所以变成后夕跟 那个 那个生脉呢 就变成一组 卖在控制内脏中间的协调 那英维跟羊桥在一起协调 就造成丈夫之间 就会有协调的功能出现 那内观穴就是管这个英维的 英维脉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下内观 所以病人有时候问我们 你胸痛 你是痛到肋骨 外面还痛到肋骨里面 病人知道 里面 英维 外面 羊维 如果讲不清楚 火大了 乖乖痛内观 对不对 那病人讲不清楚 没办法或者是口级 或者是语言不通 这是我们自证的来源 所以你们要 如果你真的懂得 血性 懂得那个经脉的走向 你选择穴道不会错的 如果选择穴道错的 就是不能沟通嘛 一定要选择正确 这个后面的 最后面的英维脉呢 就是内观穴 好 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 齐经八脉 的 主要一个穴道 管一条脉 管一条脉 那之为呢 现在我们回到 针灸大神卷六 在书上是123页 先卷六 那我们要开始介绍 针刺的手法 针刺 针刺法 我们在介绍 很多补械的之前呢 先要有个观念 什么叫做引气 我们下针以后呢 要等到气道了 我们再去做补械 那老师什么叫气道了 这就是 这就是 师傅相传的 我们有很多方法 可以知道气道了 针下去以后 你又 鞋还没有做补械 你平补平械 就是你脸针放到那边 大概几分钟 你就看到 那个穴道口 下针那边一圈 粉红色 气出来了 如果看到一圈青色 你根本砸到血管 内书血 那也看到粉红色 你没有看到粉红色 气没到 气没有到的时候 我们要把气引到 才有效果啊 引气就引气的手法 一种引气的是 师傅者 我下针 必能气没有到 我要用我的戏具 把它气提出来 那是用在 这必能极度的虚弱 极度的虚弱 那我们握到针 师傅的人呢 要把气从针 打到对方的身上去的时候 轻轻握了 纵握 纵握气就不传 我们的气是在身上的 要通关 通了多少关节 才能到手传到那边去 所以所有关节要放松 轻轻握到针 然后观想 丹田 慢慢的吸气 慢慢的吸气 然后吐气 当你吐气的时候 就是你灌气的时候 所以一吐气的时候 心里面想 心里面在想 气到时候传到针传过去 我们为什么用金属的针 因为肺 主金 五行里面的属于金 而肺 管的是气 所以金可以倒气 那你做了塑料针 你不倒气 一定要金属的针 这是我们的 湿针的 倒到对面上去 对方身上去 还有呢 我们在下针 如果碰到动脉血管 就砸完针 那个血绷起来 比如说我们太阳透帅骨 那个碰到情敌 情敌对不对 一把 哇 弄起来 太阳那边 哇 种一个很大 对不对 一个种起来 好像被打个包一样 好 那怎么办呢 对吧 我们用手掌 敌人躺到里面 手掌按到那个包的地方 轻轻按到 慢慢的呼吸 你的阳气在手上面 阳气一行 血就跟着行 好 大概六壶 六土 你再一看 整个平掉了 雨雪都没了 就这么快 下次我demo给你看 我故意把它 你看 好 这个找个别的倒霉 好 好 这个 就是一种 引气 引对方的气 我们怎么引 最常用的方法呢 我们是 真的 左右连转 左右连转 连转一下 哦 好酸 好酸 病人有 真感 感觉到 酸 麻 脏 的感觉 就是 气到了 有一种人呢 他天生的体质 他没有酸麻脏 你怎么引气 气到了 他都算很痛 都是痛 其实他是不了解 什么叫酸麻 他行动不出来嘛 好 痛痛痛痛痛 好 那你就看 只好等那个皮肤表面上 那个粉红色的看到 好 他去扎哪边 他肚子痛 好 你这个 当病人有酸麻脏的时候 你知道气到了 一定要你等到气到了 再开始做补屑 好 那 如果你连转了 气还是不到 这跟气脉很弱 很弱啊 好 比如说 我们在脚 都是内 内裸 好 这是腹溜 好 腹溜穴 那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腹溜是圣经的母穴 对不对 好 然后整下去腹溜 我要去补圣 老师说 先天 所以腹溜一点很好 对不对 我要揪不要这个人很讨厌 我不要给他揪 揪到房间的味道 然后他也很爽 那边躺在那边不痛啊 那很温温的 下面烧很舒服啊 揪腹溜很舒服的 好 平常我们揪腹溜坐在那边盘坐起来 两个腹溜朝上 山椒放上去 在上面揪 好 那养生的 好 那 你给他下针 针下去以后 哎 没有没有气啊 饮不到气 好 白白的 都没有都没有红 是白白的 然后呢 你针上下搓两下 左右搓两下 哎 这个 那个针没有被吸 吸入的感觉 气道的时候 你会觉得针很沉 会有弹性 好像那个针会弹回去 吸入的感觉 好 待会我们等下示范的时候 给你看 看吸道的感觉是什么 那 连转法 也不来 那怎么办 你上下 我们用手去搓它 好 上下的穴道 稍微推它一下 慢慢推 一推它 因为你的气 会跟它的气 感应到 气在表 所以你不用去 像按摩一样 按得很重 皮肤上这样 搓它一下 气就来了 气来越以后 再去连转 就气就到了 好 所以用你的身上的气 就导引它的气 一摸 好 这气就 好 这是一个引气的方法 好 那如果 引了半天气还不到 这个大虚 对不对 大虚 那个 好 那我们用 呼吸 好 呼吸法 呼吸的法 来 引气 我们叫呼吸的引气 好 呼吸引气数 在必然 吸气 你把针 拔出来 他吸气的时候 你在拔针的时候 就好像气就直接到 不流嘛 对不对 把气引到这边 吐气 气吐出去 你就慢慢慢慢进针 你的进针 提这个 出针 跟着他的呼吸走 吸的时候 入针 进 我们叫进针 吐的时候 出针 很慢 当然很缓了 但是你在皮层里面 你把他整个拔出来 在皮层里面做 那做个几呼以后 顺着病人的呼和吸 来 好 这个 做 做这个引气的动作 变得 哇 好酸哦 接着到 如果你做了呼吸啊 怎么样的 都没有气啊 怎么样 你怎么弄都没有气 不用针了 针拿一下 给它揪好了 揪比较方便嘛 那个元气一定大伤 病人很重病的时候 我们都引不到气 好 病很重的时候 都这个 好 引不到 这是 先要学到的是 引气 好 那 券六 第123页 这个 这几个哈 诸位是12法 到12 这个什么 戳针啊 什么 诸位呢 先不用看 好 我们后面会再讲回来 就了解了 你先把它舍掉 古书 我们读古书很麻烦 要 他写了很多 好像老太伯的 残脚布一样 那实际上后面都重复了 所以我教你们怎么读 因为我们有过这个经验 诸位从125页开始看 125页 好 125页 第一个口诀 我们下证的口诀呢 叫做烧山火 第二个我们称为 透天鸟 这个烧山火 还有透天鸟 是我们大补和大蟹 顾名思义嘛 烧山火 就是去 好 很热 是大补 透天鸟 它这里面是热症 病人有燥热 很大热的时候 我们用透天鸟的手法 病人里寒很重的时候 我们用烧山火的手法 好 烧山火的方式呢 好 怎么做 这是皮 这是骨 骨头 骨头在这边 你针呢 砸到皮层以后 都是针 净针以后 在皮层引不到气 你就把针砸深一点 还引不到气 砸深一点 所以第一个 先引气 吸一到 皮肤表面 这一圈是粉红 或者是 病人感觉 酸麻胀 吸到了以后呢 开始 把针呢 提到皮肤表面上 心想 底下呢 差不多有 一寸的距离 一寸的距离 针准备达到这个点 这个中间分一寸的距离 从 这个一寸呢 分成三个 区域 天 人 地 天人地 当你在 天部的时候 竞争 我们 数十九 做九次 插题 什么叫做补 补呢 警 警案 曼提 这个就 是一书上写的 怎么样去想 观想 就是别 这个针下去以后 什么叫警案 警案曼提 很快速的下去 然后慢慢慢慢 起着 观念要有 你不要去记 观念要有 我好像脚落车 车胎没气了 我要把气打起来 打气的东西 很快的想把他按下去 那你如果 太快的 拔起来 气就给你吸回来了 所以你慢慢慢慢 起来 松了起来 要没有 这样脚踏车气 才会打爆 这就是补 这样懂不懂 我意思 把气打进去 慢慢慢慢 回来 不要让他回头 所以你要慢慢慢慢 偷臭的回来 把他气 你拉我 我就回来了 快按下去 跑了很快 慢慢慢慢 回来 九次 在天部 这个部门 三分之一寸 这个距离里面 做九次 九次做完以后 再把针 砸到人部 再在人部 又是三分之一寸的地方 再做九次 再到地部 在这个距离里面 再做九次 三九 七次的部 这就是烧山火 顾名思义的烧山火 真的是烧山火 火很大 比如说 这个人胃加了寒症 胃痛 臥酸 老师你怎么知道寒 那脸色发青了淡 灰灰的寒症 忘记知道了 那 病人口可不可 也不可 就算喝 也要喝热水 里面就冷了 那你在 中晚上可以做 如果很瘦 很瘦 肚子是平的 中晚上就不好了 你在竹山里 味精的本穴上做 对不对 你要找肉物 多的地方做 好 那 竹亚名是味精 是属土 按照 锦绒鱼精和五鱼穴的话 是金水木活土 所以竹亚名的利对 利对穴 是不是他的颈穴 颈穴就是他的母穴 对不对 你如果在利对上 做烧餐火 你又不是 拷问犯人用的 你不要那么傻 怎么老师在利对上做 在竹山里上做 那么多 做 对 知道我也是 所以我们每个瘦道 是可以做 可是拿那么傻的 跑到利对上去做 坐下那个角度 怎么那么大 胃是气好的 吓好了痛好的 不是真的好的 好 所以不要在这边 在竹山里上做 那依此类推 老师这个人 这个脚是冰冷的 你不是说脚冷不好吗 那我们脚有一票金 到底在哪个穴道 三樱胶嘛 三条樱胶的脚混 在三樱胶上做 三樱胶就肉很多 对不对 你不要在他所有的 井穴上做个烧山火 对不对 所以要灵活的应用它 要很灵活的应用 那如果这个人 胜加了寒症 好 胜加了寒症 那胜加寒症 那胜本来是黑色的 那脸都黑的 然后寒水 就是手脚都冰冷的 对不对 做到寒症 知道是胜的寒症 那我们在圣经的母穴上 做烧山火 好不好 很好 但是要做到小心 因为胜那个 那个腹瘤那边 刚好有人很瘦 那你用一寸 我所谓的一寸 并不是真的一寸 有些窄的地方 就是你蒸下去后 从皮肤到骨头的地方 你知道我也是吧 这把它观想一段距离 做 那我们下针的人呢 一定要胆大心细 那你不要怕 针要砸进去 那有的人呢 很怕 要进就不敢进 就针下去 刚好一点点在皮上 那针会倒来倒去 那个最痛 所以呢 那个痛就在皮下五分的地方 你赶快穿过去 就不痛了 对不对 那他那个很怕 又不敢伸针 又不能不砸 结果针刚好就砸到那个痛神经上 然后那个针挂了一面痛死 好 所以要下针要胆大心细 针下去不要怕 好 不要怕 这是烧山火 这是强补 最强的补 没比这个更强的 好 那老师我我烧山火烧完 我再给他揪 因为我说我爸 我要把长寿 揪住他 哇 那个身体很好 好 反过来呢 就是第二个 透天良 这是大蟹 透天良 那烧山火反过来就是透天良 同样的我们下针 针下去一定要 一定不管是什么补蟹 一定要先引到漆 你漆没有引到 然后给他做补蟹 做了半天 不好 烧山火如果你在本穴上 比如说胃 胃的胃加了寒症 那我们在竹山底上坐的时候 哇 整个胃会热起来 变得会感觉 哇好热里面 真的是感觉 真的是这样 那做腹瘤上坐的时候 哇他感觉肾上有一个按摩 肾上非常的滚烫 好像滚水一样 会做到这种程度 那你说我 我不要在腹瘤上 我在肾鱼上坐 当然可以啊 要找肉厚的地方 坐都可以 好 那泳泉 泳泉 好 就是整人嘛 你可以啊 可以 没说 你为什么要扎泳泉 对不对 有很多 很多选择的 情敌 对 好 那我们在这个 做泻的时候 反的 真引到气以后 先砸到底下 因为我们要把它泻出去嘛 所以从底部开始做 先在地部做 那 数是六 插体法的时候 反过来 你想 想清理想 我要把那个轮胎的气 抽出来 你是不是 很快的拔 然后慢慢慢慢放回去 不要把气再打回去 对不对 所以 泻的手法呢 就是 紧提 很快的提起来 慢按 推针进去的时候 慢慢慢慢推进去 不要再把气打回去的 所以用观想 用那个悟的想法 你就不要去记 不然你怎么记啊 对不对 还左转右转还没到了 等下你还要 左转右转还要插体紧提 你的背了半天出来还是错的 所以要想 怎么样把气打到轮胎 怎么样把气从轮胎里面拿出来 好像就篮球 我们怎么把气放掉 一样的意思 那 在 第一步先做 从底下开始做 好 好 很快的提起来 慢慢慢慢回去 很快的提起来 慢慢慢慢回去 让气往上走 那气 斜气 并气在底下 实阵的气在底下 你慢慢提到人 从第一步 提到人部 那在人部呢 在 做六次 做完以后 到天部 再做六次 六次 所以三六次 十八 天部做的时候 小心 一提 针出来了 如果你不信 一提 针出来了 不要按针孔 让气不断的往外走 我们会 有门 门法 所谓门法是什么 就是 如果说 门针后 我们针拔起来 如果是我们做补的时候 针 针起来的时候 要把针孔按到 不要让气跑掉 泄的时候 不要去按它 让气往外走 好 真本 那在 第一步先做 再到人部 再到天部 做素 做素是六 方法是 紧提慢按 这就是 透天凉 撞热的时候 用 比如说老师 这个 胃口非常的强 吃了一百碗饭 都是孩子饿 中宵啊 对不对 下中晚 下竹山里 反的做 你如果 本来就是 胃血很强了 结果你 心里在想 做 透天凉 做才是烧山火 更强 好 就会这样子 那 照壳 大壳 变成发烧 透天凉 都可以用 好 那老师 这个发烧 咳嗽 时针里面发烧 那我在哪里做 尺泽啊 是不是很好 尺泽是很好的穴道啊 好 你在尺泽上 做透天凉 好 都可以做 这是两个 强补 很强线 好 那原则就是 找肉多的地方 做 好 那再来呢 就看 阳中 隐阴 还有 阴中隐阳 这两个是 好 相对的 两个一组 烧山火 透天凉一组 阳中隐阴 阴中隐阳一组 所谓阳中隐阴呢 就是 至少 必然呢 先寒后热 好 那阴中隐阳呢 先热后寒 好 那 所谓的先热后寒 先寒 那个 那个 先寒后热 实际上就是 先补后泄 跟 先泄后补 那两段 讲了半天 你就讲空下了 我看不懂 我教你一个 这个观念很重要 寒比较多 热比较少 先补后泄 先补后泄 好 酸多痛少 也是先补后泄 当然一个人呢 热多 寒少 或者是 痛多 酸少 就是 我们先 泄 后补 补鞋的手法 那 如何知道 他寒多 寒多热少 或者 热多寒少 问他就晓得了 他又告诉你 我常常 往来寒热 有时候一下热一下冷 那你觉得你热的时间比较多 还寒的时间比较多 病人都会讲得很清楚 除非你不知道 这样子问他 否则病人知道 为什么要写两个 这个是发在表症上面 比如说感冒 发烧 这个 经过了痛 对不对 我老师 我这个背痛 这里 那你去看 这个老师教过我 膀胱筋的实证 我们下 素骨 膀胱筋的虚症 下 尾中 实证是痛啊 粗痛 虚症是酒病 是酸 好 那我问 你是酸还是痛 我都有 你想打他一个耳光 跟我老师说的 不一样 那你没有 把我的课听完 都有是对的 你就问他说 酸比较多 还是痛比较多 他就 他就会讲到 大部分都是酸 痛的时候 我常常做很久 就站起来那个时候痛 然后走一段时间 痛就没有了 可是酸还在那边 好 这个时候呢 酸比较多 痛比较少 你就先补后屑 先扎尾中 去大补它 好 扎完尾中 补完了以后 针 怎么再下 素骨穴去卸它 好 那有时候 省得去下素骨 一个穴道 同时补屑做完 对不对 飞扬啊 落屑可以啊 膀胱筋的圆屑也可以啊 对不对 一针 两个穴道 同时可以坐两边 好 所以 针就非常的活 非常的活用 因为你一定要活用啊 万一说老师 这个人我砸到尾中 想砸素骨一发 他没有素骨啊 他脚没有 那有飞扬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预计嘛 所以针就是很活的 好 不要死板板的 老师没有那个穴道 你不要砸 没有 应变的方法很多 就像我一回到我们刚开始 第一堂课 我拿个 那个第二堂课 球 好我们从各种角度都可以达到病灶的地方 这才是好的医生 好 好 杨忠宇 在126页 各位看流气法 好 后面流气法了 运气法了 提气法了 中气法了 后面还有什么苍翁白尾啊 赤凤摇头 这就是我们历代相传的 针刺的手法 好 流气法是我们治疗 皮块 硬块 肿瘤用的 不管这种瘤是生在乳房 还是生在子宫腹部的硬块 还是皮肤表面上的肌瘤 或者是怎么样 一种纤维瘤啊 脂肪瘤啊 好 只要有硬块 我们通通用流气法 这个削皮 削皮块的方法 下针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治疗 子宫的硬块 子宫的肿瘤 你可以摸得到啊 乳房的硬块 一看 这个是乳房硬块 正好